零妖 动画片《千语千询》里,千询和父母在搬家的时候,无意中闯入了一个奇怪的世界。 父母被变成了猪。千询为了帮助父母变回原样,不得不和汤婆婆做交易,交出了自己的记忆和名字,并且在一个汤屋里工作。 在千询的身边,有一个白龙,他一直帮助千询,叫千询记住自己的名字,不要弄丢了来时的路。 经过无数次努力,千询终于可以带着父母离开了。 白龙送千询离开汤屋,说,我只能送你到这里了,剩下的路你要自己走,不要回头。 宋君千里,终须一别。 人生路上,总有一些人,会帮着你,陪着你,引领你,但是到了一定的时候,就不得不离开了。 02.不能同路,就是末路。 苏氏说,人生如逆旅,我亦是行人。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路要走,即便是知己,也不能形影不离。 上了年纪的人,应该有这样的经历。 一些曾经患难与共的人,当大家的生活变好之后,就慢慢疏离了,也还会去不同的城市安家。 忙碌的时候,忽然想起某个朋友,但也仅仅是想起,并不会问候他。 在朋友圈里,看到好友的新生活,只能深深祝福,却不会留下看过的痕迹。 很多朋友,走着走着,就散了,不是感情当然无存了,而是我们习惯了把友情埋藏在心底,不再大声地表白。 很多朋友,分开了,你还恋恋不舍,但是你只能落得一声叹息,然后眼里含着泪,转身离开,走远。 苏氏在被贬到瓜州之后,和佛印成为了朋友,彼此互相抬杠。 在唇枪舌战之中,苏氏提高了自己的修为,浮躁的心,也慢慢安静下来。 官场起起伏伏,本是寻常事,仕途不顺时,能够静心读书,写字,也是另一种收获。 可是,苏氏和佛印不是同路人,并不是所有的痛苦,都能一并承担,难免各奔前程。 古时候,庄子是一个文人,惠子是一个官员,但是他们不计较身份,不仅谈得来,还能互相驳斥。 比方说,庄子认为鱼是快乐的,惠子却说子非鱼,安之鱼之乐。 惠子死后,庄子非常痛苦,在惠子的坟前说,你死了,谁来和我辩论呢? 道不同,不相为谋,在每一个岔路口,我们都不得不和一些人告别。 遇见是偶然,分别,是突然,也是必然。 03.无法交心,那就离心。 交友要交心,如果不是,那就身在曹营心在汉。 知乎上,网友啾啾说,她的一个闺蜜,从小玩到大。 闺蜜肚子疼的时候,她毫不犹豫地赶过去,闺蜜失恋了,她会默默地站在身旁。 啾啾很喜欢汉服,但是没有钱买。 经过一番软磨硬泡,啾啾的母亲,终于答应了。 闺蜜知道后,说自己在做代购,需要从中赚取差价。 本来,赚点差价,也无可厚非。 但是汉服到手了,穿过几次,才发现是冒牌货。 好多年的友情,被一件汉服打败了。 现实告诉你,总有一些人,借着朋友的感情,使劲坑人。 你只是被坑的对象之一。 借钱不还,谢莫杀驴,拼命争利,背后捣鬼,诸如此类的词语,都可以用在朋友身上。 妇人李嘉诚说过,所有欺骗中,自欺是最为严重的。 也就是说,当我们坚持信任朋友的时候,也许是,高估了自己在别人心中的位置。 只有等到答案揭晓的那一刻,才心痛难忍。 看过一段很有哲理的话,木头对火说,来吧,抱紧我。 火拥抱了木头,木头化为灰烬。 火哭了,用泪水熄灭了自己。 原来,被感情欺骗的人,一开始就是自取灭亡。 而那个欺骗你的人,也受了伤。 零四,难以再见,不如不见。 事实上,总有一些关系,是无疾而终的,说不清楚理由。 读者我不能长大说,他在单位里,和一个同事关系特别好。 平时,两个人一起逛街,买衣服。 后来,两个人都辞职了。 刚刚离职那会,每天都打三次电话,叙叙就,说一声,晚安。 后来,联系少了,谁都不主动打电话了。 一晃,十年过去了,彼此都慢慢淡忘了。 时间,是友情的东西,可以让我们忽然爱上一个人,最难的时候会遇见一个好人。 时间也是最无情的东西,让我们不得不告别昨天,不得不和昨天认识的人,说一句,再见。 最可怕的是,有的人,一次再见,就是再也不见。 鲁迅先生,他在文章故乡里,用了很长的篇幅,叙述他和润土的友谊,一起捉鸟,一起讲故事。 但是后来,鲁迅离开故乡多年,再回故乡,润土和他就有了隔阂,彼此不知道说什么才好。 感情,是需要互动交流的,一旦感受到对方很冷淡了,自己也就不会再主动了。 相见不如怀念,或许,很多友情,都是这样散了吧。 05.巨人传里写道, 人与人之间,最可痛心的是莫过于在你认为理应获得善意和友谊的地方,却遭受了烦扰和损害。 当我们回首往事,总会发现很多的人,曾经同行了很长一段路,但是后来,走向了不同的方向,也许来日方长,也许永不相见。 每个人都是一条铁轨,会在某个地方,和另外的铁轨相交。 虽然感情很美,但是我们不得不继续前行,和相遇的人分开。 毕竟,我们的手里,只有一张单程票。 有人说,真正的朋友,是走不散的。 或许,真的是这样吧,走散的人,只是用另一种方式相处。 但愿,每一次离别,是为了下一次重逢。 关注我的文字,走进你的心灵。